好了 大家晚上好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比較亂 因為今晚要做兩個菜 家廚就是這樣 不要跟我說專不專業 我們實際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的 專業是不代表一定好吃的 好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菜式 竹筍 又竹筍 是呀 開始當做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竹筍入贈 其實竹筍通常每年的4月打後 4月後期一直到同一年的10月份都有 不同時期就會有不同的竹筍 在香港主要有兩種竹筍賣 一種真的叫竹筍 客家人叫竹筍 另一種叫馬蹄筍 主要就是這兩樣 大家記住 竹筍千萬不要有便宜買便宜 是應該要有貴買貴 因為便宜的竹筍多數是苦筍來的 貴的竹筍才是甜筍來的 那怎樣分成甜筍和苦筍呢 那 大家可以見到 上一年我也有介紹過 首先大家看到 歪歪歪歪歪 這一種叫馬蹄筍 你看看 它不是正等三角的 是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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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叫竹筍 客家人叫竹筍 是比較便宜的 正三角形的 真好 那些就是苦筍來的 苦筍和甜筍有什麼用途呢 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就是 這個馬蹄筍 就是甜筍呢 它就用來炒來吃 或者做涼拌的 如果苦筍的話呢 多數呢 要不拿來做酸筍 要不拿來放湯 主要用來煮湯來吃的 那它們就相對不會苦了 OK?行不行? 好啦,其實竹筍有分很多種 尤其是在台灣 它有分很多很多種竹筍的 現在這些就不是叫冬筍 10月以後才有冬筍的出現 那我今天買的馬蹄筍 我準備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做雞絲炒 好,這個是雞絲炒這個竹筍絲 OK? 那我們就準備一條京蔥 這個京蔥放了很久,已經整個星期了 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所以京蔥如果你買得新鮮的話 其實可以放很久 我現在還是放在室溫的 一條京蔥 然後就有一塊的雞扒 這樣 OK? 那介紹完畢了,我就說了很多東西 那現在呢,我就準備定一夜水 那準備定一夜水 那就滾水,我現在就要煮這個竹筍 那呢,我們就放這個竹筍下去 那...尖頭到腳 那他有一點點兒凸起就由得掉 那呢,就加一點點水 放入水 然後不是直接用清水煮 我們視乎它的份量 放些鹽 大約三斤 然後放大約四分一杯米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就可以令到竹筍清甜一點 可以嗎 竹筍其實有它的療效 也有它的功效 主要是纖維質和微量元素 可以防止癌症 也可以是美容和清腸 因為它的纖維質非常大 在這個時候 竹筍大概煮20分鐘 在這個時候 我們進一步去處理雞扒 處理雞扒也非常簡單 首先這個雞扒也是急凍的 在凍肉店買回來的 所以很便宜 這個只有10元 現在一塊雞扒很便宜 我不記得是12元一磅 其實這個竹筍我們吃的時候 主要是吃竹筍的 所以肉偏少 我拆在這裡 這個大概是12盎司 圍到十兩 這個雞肉 但是這個竹筍比較多 你不要看這個竹筍比較多 待會兒拆一拆一拆就不見了 那就不要眼闊套窄 以為這麼多竹筍 我就放很多雞肉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用雞肉 上一年我做過一個雞汁炆筍絲 其實雞和筍是非常之合的 當然大家都可以改用豬肉 但是我覺得雞和筍的配合非常之好 OK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工了 就處理 這個是雞扒先 先把雞扒先切成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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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讓我先把雞扒先切成一半 先把雞扒先切成一半 看過雞扒先切成一半 這樣可以看到我怎麼做 然後呢 有些雞扒的身厚 我就把它切成一半 這樣呢 我先說過 雞扒 即雞肉和筍非常之配合 所以我希望大家盡量保留雞皮 之所以它能夠和筍很配合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雞油 其實如果大家不想吃肉的話 就切法去找雞油回來 其實雞油炆筍絲就很好吃 當然 同樣的道理 大家如果要拿豬油來炆筍絲 可以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 切這個是絲 雞肉 我現在用的是雞腿肉 大家應該看到我 我很喜歡用雞腿肉 為什麼呢 很爽口 那大家說 喂 我不想吃那麼多肥油 可以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 那你就 走去用雞胸肉 但是雞胸肉是粗口一點的 OK 那大家留意一下我片刀的時候 那個手勢 那我就盡量 不要每次都重複了 好 那我之前呢 我之前呢 在做海鮮的時候呢 我解釋過 怎樣去拿那把刀 做這個片的動作 OK 那現在在鏡頭裡面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我手的 拿刀的手勢 OK 那那個粥筍呢 就由得它一直大火 就煮它二十分鐘左右 那其實呢 都不需要很長時間的 那再提一次啊 雞油呢 就是煮這個粥筍呢 就非常之美味的 所以呢 我們盡量呢 就留下那些雞油 那些雞皮啊 那家廚 放到周圍都是東西呢 所以我們清潔砧板的時候 都要特別小心 動作不要太大 好 那這個 那這個雞肉就可以了 做完這個雞絲之後呢 那我們呢就 切少少少的薑絲 切個絲的鮮切片 那先切片 那跟著之後呢 拍平它 那這樣拍平它之後呢 那大家呢 我現在呢 就用拖刀的方法 啊 就是 刀工有很多種的 刀肺有很多種的 那就視乎大家喜歡 那 那 跟著然後 放下去 那 醃雞扒呢 即是醃這個雞肉呢 就很簡單的 那 這裡是一磅 所以加少少鹽就夠了 不用多的 半茶匙多些 啊 跟著之後 糖可以多加少少 好 生粉一茶匙 輕輕的少少的雞粉 跟著然後呢 就 少少的胡椒 跟著 少少 輕輕少少的生抽 酒 麻油 跟著 哈佬 跟著然後 少少的蠔油 過年買那兩瓶蠔油 差不多用完了 用了四個月左右 好 那 我就說過很多次 醃肉的話呢 就需要 就是 加水 雞肉呢 最不吸水 就要8比1 那 但是因為呢 大家見到我下了酒 那所以呢 酒和醬油呢 生抽呢 我就當是一個 水的形式 那我就 不 即是不再加水了 OK 那因為 大家見到我一洗完之後呢 立刻拌 即是立刻切 所以本身呢 雞扒是濕的 我沒有力乾水 所以呢 這裡呢 我們就不用加水了 用酒和生抽就當水 那 我也說過很多次 拌這些 就是拌肉呢 醃肉呢 你想它成功 或者好吃的話呢 就一定要拌到它乾水了 那 如果你拌得好這些肉的話呢 那 就是什麼呢 你那個菜菜呢 就已經成功了一半了 那 那怎樣拌到它 變成是 變成是 乾身呢 那大家看看 那現在呢 那些水已經吸光了 那些酒 那些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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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吸光了 但是還不可以的 我們還要拌 拌到它起膠為止 那為什麼會有起膠這回事呢 那其實呢 就是因為呢 鹽是可以分解這個蛋白質 無論是 這個植物蛋白 還是動物蛋白 這個是 化學作用來的 那它分解了蛋白質之後呢 就會有些類似 散的 流質出來的 那麽呢 那麽呢 我們拌一下拌一下 它再吃到肉那裏 就變成起膠的狀態 這件事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科學解釋 那麽 我知道呢 我的舊觀眾 已經聽我說這個理論很多次了 那麽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條片都會有新觀眾的 那麽 我希望大家明白 啊 不要嫌我犯 那麽一定 就是希望我是每一個人 我公平對待 然後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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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光了 雜側的盆子也不會有水走出來 我再提一次,不要眼闊肚窄 一塊雞扒10-12盎司 就足夠做這餐 因為這裡四隻竹筍 我拆掉後,肉雞只剩下很少 這裡有差不多2-3斤 但我拆掉後,也不知道有沒有十兩 所以十兩肉就累,十兩竹筍 剛剛沒有1比1 現在真的起膠了 我拿去的手有感覺 為什麼我不喜歡戴手套呢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我的手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時候我們就封油 我拌到它這麼乾身 我再封油,再拌一拌它之後 這樣就可以令到等一下 我煎這個雞肉的時候就很漂亮 就不會黏呀 不會化水呀 OK 那現在真的起膠了 給大家看看質感 好,那搞定了 這裡呢 我總共用了 九分鐘左右 OK 好,那現在我先洗洗手 那我就進一步去處理 處理什麼呢 我先拿一條乾蔥 大家等我一會兒 我想做什麼呢 乾蔥就一頭一尾 那些就先切了它 然後呢 因為我放得久了嘛 它表面那些就好像洋蔥那樣的 那些皮就乾了 那我就先拆掉它 好似其實呢 我們普通呢 處理 處理普通的 青蔥啊 我們平時用壞的青蔥 其實那個處理方法就是一樣的 表面 看到有乾 有爛的就撕掉它 我們只吃呢 就吃它的心啊 那當堂拆了之後 就當堂靚仔了 好了 跟著之後呢 要用水呢 就洗一洗它 那刷一刷它 那就基本上 表面就很乾淨的了 好 我先拿一隻碟 跟著之後呢 我們大概切 切呢 就是 三分二寸左右 為什麼要用京蔥呢 第一就是增加口感 就是有另一重的口感 另外呢 我就想它呢 就有些顏色看一下 那就不用說 就是那些 好像那些 筍那樣 白白了 那就沒有東西看 OK 那基本上 完的了 OK 那 還有其他的那些 譬如要加這個薑片 蒜頭那些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OK 那 家廚就是這樣了 用最長時間的 就是 做的材料 處理材料 最長時間的 先做了先 跟著中間呢 就夾著一些 就可以做一些 就是比較短時間的 的物資 那就可以 將我們整體那個菜 就可以 減短那個時間 就不是說 step one step two 我們通常呢 可能step one裡面 裡面呢就包 包起來呢 就是兩樣東西的 兩樣東西的 OK 跟著之後最後呢 Fall five 就在後面做的 變了呢 我們就可以 減短的時間了 你明白 好了 那 這裏暫時就這麼多了 我等下呢 進一步去處理這個竹筍的時候 我才會再開機 好了 大家 這個竹筍呢 就已經是20分鐘 就已經過了 燜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將 嘩 舀面而來 很清香的 這個竹筍 和帶一點點的米味 那就記住啊 竹筍呢 加一點點鹽 和一點點米呢 就可以令到它呢 就減少它的異味呢 和可以去除它 這個是多餘的 這個苦潔味啊 那還有呢 我先說了我講漏了的 那其實呢 這個竹筍啊 大家如果是想它 就是更加清新啊 就是更加甜啊 就 不要讓它見綠啊 那就盡量 大家看到的 我三份 四份 三啊 以上啊 都是黃色或者是 黃綠色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見陽光 它就會有光學化合作用 光學化合作用 這樣呢 就會變綠色的 但是如果它剛剛在泥土的屋 即是彈出來 即是凸出來的時候呢 它呢 就是黃色的 所以呢 買筍的時候 盡量呢 就少點綠色 它就甜點 多點綠色的呢 它就有機會苦啊 就算甜筍也是這樣說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進一步去處理啊 啊 那麼就加冰下去啊 那麼加冰下去呢 就等它快一點去 即是 快一點去 冷卻啊 那麼我們呢 處理上來呢 就更加方便了 這些冰去哪裡買呢 看不看到我調轉了呢 71啦 OK 71是有的 那麼就加多一點點下去吧 那麼71的冰呢 其實 它本身是吃得的 即是可以用來整凍飲的 只不過呢 就是說 如果你用開了 用來做生吃的話 如果用剩下的話呢 就盡量啦 就不要拿來 做這個凍飲啦 OK 好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就加水了 那麼為什麼要用冰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加速它冷卻 另外呢 就是可以令到它 即是更加脆 即是更加的口感更加好啊 那麼所以我們就加冰啦 那麼 浸它吧 大概10分鐘左右呢 它就完全冷卻了 10至15分鐘左右 那麼這個時間我就不理它了 那麼其實呢 這個時間就很短的而已 這個10分鐘啦 不是 這個20分鐘啦 接著然後這裡呢 大概是10分鐘啦 那麼在這個30分鐘裡面呢 我們就準備了所有的 這個是備料的啦 接著然後呢 我們要炒的時候呢 都是10分鐘左右啊 那麼就是說呢 這個菜呢 如果你正正常常發揮的話呢 大概你就可以去到 40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吃了 OK 行不行 那麼下一個菜呢 我們就開始 我切筍啊 切筍絲啊 然後開始炒了 那不是很快趣的而已 那麼待會見啦 好了 大家 現在呢 其他東西都做好了啦 那麼 那些座料啊 各樣都做好了 那麼現在呢 我就要是處理那個 進一步處理那個竹筍啦 那麼呢 已經是完全是 降溫了啦 OK 那麼 現在呢 我就 嗯 稍微呢 就是 我抬一抬那個鏡頭先啦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處理呀 那麼有很多米呢 黏在這裡的 不要緊要的 喏 那麼呢 直接呢 就將那個 差不多要有一半的 即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的 的長度 的竹筍呢 我們就要切掉它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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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撕掉那個什麼呢 即是撕掉那些竹葉呢 竹盒呢 然後呢 再撕掉皮呢 那麼其實呢 這個是 竹筍呢 其實就很少東西的 那麼切的時候呢 差不多要切一半啦 切一半的長度 好 現在呢 接著呢 我們就要是 撕竹殼 那些竹盒了 那麼呢 我們就將它呢 在這裡呢 就切一刀 那切了一刀之後呢 我們要撕那些竹盒呢 就容易很多的了 那麼這些呢 其實如果大家不介意的 可以吃得回來的 因為這些 在心那裡的竹盒呢 就很混亂的 那麼 撕完啦 我們先看看 有沒有遮住 因為呢 鏡頭問題 角度問題 那經常呢 我的手就遮住 那些食物 那麼不好意思 因為 廚房的關係 好 那這些呢 其實就很快脆的 這些呢 其實這些竹盒呢 它這麼嫩呢 可以要得回來吃的 OK 即是大家自己喜歡啦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做完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把那個表皮呢 切了它 那些部分 切完這個表皮之後呢 那些角度是否很髒呢 那些呢 那些呢 切完這個表皮之後呢 切完這個表皮之後呢 這麽大塊的竹筍 哈哈 我們做出來啦 結果呢 我們就剩下這麽堆堆呀 所以呢 其實竹筍呢 我這裏呢 四條竹筍呢 我就買了二十元而已 就不是多的 那但是呢 這個二十元當中呢 我 呃 即是 你不要以為 哇 買到這麽重呀 鮮頭差不多 我都說了 差不多三斤重呀 但是我們實質上呢 可能 切完之後呢 剩下一斤也沒有呀 那這些竹筍呢 除了是用來炒之外 用來炆之外呢 其實呢 是可以用來呢 就是 做這個涼拌的 那如果將來呢 有機會呀 那我都會是做 做些涼拌給大家 那 竹筍本身呀 那今天跟 那個菜飯呢 就聊天 那我就說 喂 為什麼你入這麼少呀 喂 現在當做呀 那他就說 因為我這條村呢 就多老人家呀 那呢 他們傳統的那個看法呢 就是 竹筍比較寒涼呀 因為他生在地下嘛 那所以呢 他們呢 就 覺得寒涼呢 就不 不喜歡吃呀 但是 在現代的飲食角度 的健康來講呢 尤其是美容呀 那其實呢 竹筍呢 就 被稱為這個美顏 這個是鋁王呀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個 啊 豐富的微量元素呀 和呢 那個食物纖維呀 那就是 可以是幫助美容呀 那麼 亦都 那個食物纖維的話呢 那麼大家都 即是 那個植物纖維呀 那麼呢 就 可以是 等等呀 那麼呢 就可以呢 就幫助這個腸胃啦 那麼大家都知道啦 就無需多然啦 好啦 那麼 我現在呢 不好意思呀 突然間亂了 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已經是剝了啦 啊 那麼就剩下四塊 這裡呢 大概啦 真是 真是三斤 弄完都不足一斤啦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洗乾淨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切啦 這樣呢 就將它對半切 大家看看這個身 那所以呢 先來我就說 如果是大家 即是 比較接受現代的觀念 現代的想法的話 其實呢 多一點去 就是 弄這個 竹筍出來呢 我覺得呢 就 比較上是 健康一點啦 OK 好啦 好啦 切這個大概啦 給大家看看厚度啦 那麼呢 然後呢 我們呢 切完之後 就好像 其實呢 就好像 切薑絲那樣 將它拍扁它 然後就切絲了 那麼 那麼 而且呢 這個時期啊 除了是竹筍之外呢 那麼其實呢 有另外一種 我 在我們的 食譜裏面 就叫 都是叫做筍的 不過其實實質上呢 它不是筍來的 那麼就叫做膠白啊 那麼這個膠白呢 現在也有得賣的 那麼其實膠白呢 又有另一種食白啦 那麼其實呢 膠白也是一種 非常之健康的食品來的 那麼 那菜販就 就開玩笑地說 嘿 你不明白的啦 梁先生 大凡是有個筍字啊 這老人家都不喜歡的 哈哈 他說汗量啊 毒啊 不是汗量 是毒啊 那麼 但是實質上呢 就 未必是那一回事啊 在現代的健康飲食 還有 就是醫學的 講法呢 這些都是一些 非常之健康 還有非常之 有非常之豐富的 植物纖維啊 的一些 蔬菜 那麼有助健康 OK 那麼每塊呢 大概啦 切這個一分厚度啦 跟著好像拍薑那樣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又不知道有沒有擋著鏡頭 那麼現在我斜斜地 應該可以看到吧 跟著之後切一條 好 每條啊 切個厚度就是 一分厚啊 跟著就 立刻 很快的而已 那麼我 我移回前那個針板啦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側一側身 我要走啊 側一側身啊 這一點 那麼也都容易切斷啦 那麼如果是用刀的後半部分呢 譬如拖刀呢 很多人 以為是這樣才專業呢 其實拖刀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 切不斷的東西的 OK 好 那麼向前一推 啊 那麼 推倒了它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切啦 那麼 那麼我在這裡問一下大家 大家想不想 呃 就是我分享一下呢 就做一個 就是現在這些竹筍的 糧拌啊 啊 這些糧食啊 如果喜歡的話呢 大家可以留個言啦 那麼就看看將來有機會呢 適合時間呢 我就做一些 就是竹筍相關的 啊 這個是糧拌出來 啊 啊 其實呢 現在天氣這麼熱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真的不想吃飯的 大哥 大家說是不是 那麼大家做些糧拌出來呢 當是小吃也好 當是 當是煮食也好 那麼大家之前我做的那些粉皮 大家有沒有跟著做啊 啊 那麼上年都有一些其他的糧拌啦 有些 蔬菜的糧拌啦 譬如說是 木耳 松草花木耳的糧拌啦 或者是糧拌豬肚絲啊 豬耳絲啊 這些 糧拌豬肚呢 糧拌豬肚絲呢 和糧拌豬耳絲呢 糧拌豬肚絲呢 或者是雞絲 雞絲就不是啊 這個 這兩個絲呢 其實大家呢 知不知道 很好送飯 還要是冬食來送飯 送白飯 哇 真是正到不得了 那呢 大家不要以為糧拌呢 糧拌呢 就不可以送飯吃 送熱飯啦 那其實呢 在東北呢 這個是非常之流行的 還有在韓國 尤其是在韓國 非常之流行的 就用這兩半來送熱飯啦 那大家看韓劇都知道啦 那所以呢 真是 就是只有大家那個想像啦 想像不到 哈 而 是沒有說做不到那樣東西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 OK 很好吃的 好啦 那麼 做完這件 這件事了 跟著之後呢 那現在呢 我就開始收拾了 那就搞定了 那這個菜呢 也都非常之簡單啦 除了是做這個粥筍 比較麻煩一點之外 不一樣 這個時候要什麼 背口缺呀 記住呀 想炒菜炒得好吃呀 背口缺是不能夠缺少的 跟著之後我就給大家看看 那些雞絲 夾得 漂亮不漂亮呀 你看看 沒有水的 哈 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 我經常要大家呢 就是說 給大家這麼長時間 給大家看我熱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OK 好 就這樣吧 這個新的Gimbo 新的Gimbo 因為設計的問題呢 每一次我動的時候 它有少少震的 但這個沒有問題的 但是 這個可以承重力高一點 好了 那 說到這樣 那 就 它就開始揹了 看看 好 開始出煙了 然後我們呢 就下油 少少就可以了 因為我現在呢 就要煎那個 雞 雞柳 那 建煙下油 再見煙 那我現在要煎了嘛 那所以呢 我就關小火 不要那麼大火 好啊 那 拿起它稍微降一降溫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下這個雞絲下去了 那我們下的時候呢 就盡量呢 就是鋪平它 這樣等它 那這些 整個煮這些呢 我們就要 打散它了 那麼大家看到的 那麼多的 這個是 那麼多的 這個 竹筍 初初 想著 你 你當然 喂 你給那麼少肉 行不行的 但是現在 我煎完這竹筍之後 那竹筍不是很多的 那我現在呢 其實呢 就拿那個雞味 拿回那個雞味 就去 去 令到那些竹筍入味 OK 這樣 這樣 做完之後 不要那麼多 這個雞啊 那我們呢 就將它 雜側 翻轉 然後呢 讓那些油 就走勻了 現在呢 它降溫了很久了 接著我開回那個大火啊 就半煎半走油的形式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家廚的技巧來的 那麼 如果是專業廚房的話呢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直接拉油就是啦 大家說是不是 那麼 大家看著 那些雞肉啦 這個就是背口缺的 的結果啦 但是如果大家不背口缺呢 放油暖那麽下 我跟大家說呢 即是那個時機不對的話呢 就很容易黏鍋的 但是如果大家呢 那個背口缺背得熟的話呢 即是背得好的話呢 那我們炒菜呢 就好 炒得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很漂亮的OK 如果大家呢 大家看著我越煎越多油 是啊 因為那些雞油是會出油的 那些雞皮啊 我留那些雞皮就要這樣用 想這個燜筍絲 或者是炒筍絲 香口的話呢 你一定要留那些動物油 把那些動物油灰回去那些筍絲那裏呢 哇 那就正到不得了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差不多都可以啦 大家看 那我這裏呢 那個油呢 就落得不太好啊 有少少輕輕黏底 但是這裏全部啦 這些我反轉啦 大家看 好漂亮啦 沒有黏底啊 那就有少少啦 十分一左右的面積啦 這個這個 通常這個位呢 因為它不夠熱度呢 經常都黏底的 那大家看到啊 這些雞絲好漂亮啊 要煎到這樣 有些焦香 這些梅樂反映 稍微呢 再煎一煎它 這樣 撿多點的雞油出來 我稍後呢 就拿來呢 就是 燜這個筍絲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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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之後 拿回那個筍仔 這樣呢 就要平起點油啊 要不然它會有很多油啊 那麼大家看到呢 我只剩下那些雞的薑絲啊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那些油呢 就是 有薑絲 還有有那些薑味啊 還有那些雞味啊 好 那這樣 大家看看 煎好了的就是這樣的 有金黃色啊 但是現在呢 最多去到九成熟而已 不是全熟的 那這樣 那麼就留下這些油 這些 這些呢 好香啊 拿回它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鮑魚的油份呢 儲起它先 大概倒起一半左右 好啦 這個時候就行了 那麼呢 我們就開始 它又見煙了 我們呢 就 煎下薑片 八鍋 煎一煎它先 讓薑出味 咦 聞到有薑味了 接著將蒜片 還有這個 這個椒絲 丟下去 好 接著之後 就將這個 京蔥短 丟下去 好 接著 然後將這個 大家看到有煙了是不是 這樣呢 就將這個 筍絲也丟下去 稍微煎一煎 這個時候大家看看 這個時候 看底下 吸油了 OK 沒有多餘油份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經常說 小油小油 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是它相對 有那個 就是 油量 每一種食材 只要它能夠吸油的話呢 就不算是叫做多油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回回 雞絲下去 我現在這道菜 就是半炒半煮的形式 我現在這道菜 就是半炒半煮的形式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加一點點的蠔油 下去 那這道有成兩斤 差不多 所以 蠔油多一點 大約兩茶匙 這個呢 主要是菜多一點 肉少一點 肉呢 主要是讓它 拿點味 這個時候我們大概 就加200ml水左右 這個200ml水不夠啊 我再加多100ml下去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就油它了 對了 300ml水 總共用了 那這道呢 大概是 大概是 400多克的 雞扒啦 跟著之後呢 就600克左右 左右的 這個是竹筍啦 OK 那就加了300cc的水 下去煮啊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蓋鍋蓋 那呢 就給它呢 我現在它還沒煮 是吧 我先給它呢 我先給它呢 就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結果如何啊 稍後見 好了啦 那三分鐘響了啦 那我們來看看結果先 咦 似乎 真是200ml水比較好啊 那 稍為滾滾它之後呢 我們呢 就再是 現在這樣看它的情況呢 可以再滾久一點點啊 好啊 那就給它多兩分鐘吧 兩分鐘啊 OK 好 等一下 看看它的結果如何了 好了 那兩分鐘過了 應該就是 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OK 這樣呢 就是 落這個是 一根鹽 跟著就 一根糖 跟著然後就 輕輕一點點雞粉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上少少顏色啊 下少少的老抽啦 大概一茶匙左右 那我們呢 這個呢 就可以 很深色的啦 OK 然後呢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就下這個 大概又是一茶匙左右的生抽啦 那這個時候呢 就夠了味的啦 如果大家的份量少一點的話 這個調味和加生抽、老抽的份量就減半了 這個時候我就要加一個 加一點要打芡 因為那些水都比較多 加兩茶匙的生粉 約了少許的水 那些水的份量就是剛剛好 夠開的生粉就可以了 然後均勻地倒下去 讓生粉起作用 這個時候無論顏色、品相以及食味就剛剛好 好,完成了 完成了 一個不算太複雜 但是非常之好送飯 和非常之好吃的雞柳燜筍絲 就完成了 等我做完之後再做個總結 有些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 為什麼我要加這些材料 我都會解釋得清清楚楚 其實大家如果明白了 我解釋的細節和加材料的作用之後 其實大家將來就算是做其他菜式 都可以這樣畫葫蘆 因為最重要是你明白那個 那個成份 到底它的作用是什麼 其實就可以是 照指搬置 大家都會做到其他的 一些效果的 做到其他的菜式 那我倒高它 要不然就不算太好看 所以為什麼呢 我的舊觀眾很喜歡聽我的總結 就是這樣 因為總結我會解釋到很多原理 有些人就覺得 煮食就不需要學習那些所謂的科學知識 有人曾經反映過 你說那些什麼 梅立反映來 把鬼嗎 你不 但是如果我不說的話 說真的 你又怎麼知道 就是你是不會固定了你的知識 大家明白嗎 不會固定 將那個知識 聽回來的東西就固定了 是什麼的一回事 那如果我有個名字給大家 或者是真的有那樣東西給大家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 到底是 那樣東西到底是什麼來的 亦都會比較容易記住 好 那搞定了 那 做個Close-up 因為它是電動 所以 要教 好 那 一個很野味的 這個是雞柳 炆筍絲 那就完成了 那 那首先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雞柳去配合 這個筍絲呢 首先 大家要明白 筍 其實它是很清淡的 那 如果我們呢 製作這個菜式 即是相關筍的 竹筍的菜式的時候呢 我們主要有兩個方向 那既然它清淡 那就繼續清淡了 是不是 那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 做那個涼拌筍絲呢 其實都可以是很清淡的 它只是有一點點的鹹味 跟著有一點點的優香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 那另一個方向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清淡 那但是它的口感呢 就非常之一流 啦 營養非常豐富啦 那我們為了 我經常都說的 我們為了要將 那個食家的口味最大 平均化呢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用一些濃味的東西 灰回去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這一樣清 本來清淡的菜式呢 就變成人人都喜歡吃了 就是絕大部分的人呢 都喜歡吃濃味的 OK 那我其中之一個選擇呢 我就會是 用這個是雞絲啊 就去灰回去 那這樣呢 就變成呢 可以呢 即是雞肉啊 這樣就可以呢 將那些雞肉 那些雞油那種味道呢 就灰了下去 那些竹筍那裡呢 就變成那些竹筍就很惹味了 那而且呢 我先頭都說了 為什麼我是喜歡用這個雞腿扒 而不是用雞胸肉呢 因為雞胸肉沒有脂肪 而這一道菜 它那個野味 食味的來源 就是雞油啊 那所以先頭 我切那時候呢 即是我切那些雞扒的時候 我都特別提醒大家 要留回那些雞皮啊 盡量留回 那就是要那些雞油的味道呢 就灰了進那些筍那裡呢 就會很好吃的了 那我不知道 應該舊的觀眾 一年之前看過我的話 我曾經說過呢 就是 在 知否知否啊 原來是 紅藍綠 這一個這樣的 電視劇裡面 其中有一件事 他經常提到的呢 就是雞汁賓筍絲啊 那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送來的送啊 那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連電視劇都會提呢 就是因為 雞汁 它的雞油呢 就令到那些筍絲呢 就非常之野味的 OK 而且這個是很好送飯的 行不行 好了 那 我們切完這個雞扒 即是 起了絲之後呢 記住啊 我們拌這個菜 我經常都說的 有醃肉的話 你醃肉醃得成功的話呢 就是成功了一半的了 成路菜 所以大家留意 看回我之前 拌雞絲是怎樣拌 拌到它乾身為止 還有中間要有些什麼 要缺 OK 看著那個texture的變化 這樣呢 大家拌好之後呢 煎起來呢 就會很漂亮的了 OK 好了 到我們做好所有材料之後 我們開始去做的時候呢 煎 這個是雞絲呢 我們要背口缺啊 為什麼呢 背了口缺之後呢 就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黏鑊的 對不對 基本上如果舊的觀眾 跟著我做過的 煎丸不破皮啦 是不是 炒菜又特別有鍋氣啦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背口缺 好了 今天呢 我就買這個新鮮的竹筍回來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用這個罐頭竹筍呢 因為我鹽那個罐頭竹筍太軟了 它處理得 就不夠我現在呢 即是 即是 新鮮處理過的竹筍呢 是不是 好吃 是有口感的 OK 行不行 那 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想那些竹筍呢 更加甜的話呢 就可以加多一點點糖 那我就加少一點 那 那 而真鮮的竹筍呢 你想它呢 不要那麼結 啊 即是不要那麼苦啊 那 我們呢 就我們要煮竹筍的時候呢 就要加鹽 加這個米啊 那就可以令到那些竹筍呢 就更加優香的 也都不會有那麼苦的 記住啊 那麼 煮新鮮的竹筍呢 就要二十分鐘啦 跟著就是用冰水撞它 這樣就降溫了 那都是十分八分鐘 就可以將它完全降到室溫的了 跟著之後就好像我先頭的片段這樣 怎樣去開那些竹筍呢 其實開竹筍很簡單而已 啊 不過大家要留意呢 就是 新鮮的竹筍 我們買回來三斤 我們實際上呢 吃到的只有一斤 因為我們只吃它的心而已 對不對 OK 好了 那麼 雞絲就煎好了 筍絲就煎好了 那麼我們起鑊呢 就 薑 薑啊 蒜片啊 或者是蒜蓉啊 跟著之後呢 就辣一隻的紫天椒 我整天很喜歡用紫天椒去起鑊的 我不是要它辣 我先搞清楚 我再解釋一次 我不是要它辣 而是 有一點點的新辣味 而這種新辣味呢 你不會覺得辣的 但是呢 會刺激到你的味蕾 還有刺激到你的口水泉 就會呢 我剛剛吃完之後 我現在都在流口水 但不是辣的喔 所以大家要明白 每一樣食材呢 每一樣的材料呢 都有特定的效果的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加少許的辣椒絲去起鑊呢 原理就是這裡 就會令到我們的味蕾 還有我們的口水泉呢 就會是產生這個口水 而令到我們有一種追食的 這種慾望 雖然現在這個呢 就有一點點甘甘的 就不是完全的清甜 因為 可能我先頭呢 處理的時候 就稍微有了偏差 但是不要緊的 這種這樣的甘味呢 就不會實在你追食的那種慾望 因為我現在吃完之後 已經流口水 那你想一下 好自然的 不是因為我貪吃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 起鑊的時候 我們放輕輕少少辣椒絲 是不會令到整體鬆辣的 OK 行不行 好了 我們爆好材料之後呢 我們呢 就 要加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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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爆一爆 然後呢 我們再落這個 切好了的 這個 竹筍絲 然後下去再炒 那就記住 我們落油的時候呢 我們要預算 到底有多少竹筍絲 它會吸到多少油 那我先來都特別講 特別介紹 是不是 好像很多油 但是我落完竹筍絲 之後很快呢 它就已經吸乾了油 那隻鑊底已經沒有油了 行不行 那 鮮頭呢 我煎完雞絲之後呢 我又倒回去一半油的 其實呢 我是不用倒那些油 我直接用那些油都可以的 但為什麼我要倒了一半油呢 我怕 有些口癢有走來說 我用得多油 OK 但如果我自己不在鏡頭面前呢 我真的用了那些油的 因為為什麼呢 竹筍呢 它本身是很清淡的 你真的要有足夠的油份去灰 它吸到足夠的雞油 那種雞油香味呢 才是會令人吃肉大震的 OK 這樣可以嗎 虽然我自己觉得这一碟 当我自己来说是不够油的 不过都很好吃 因为我先吃完之后 现在不断地流口水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调味那里 我们煮好了之后 就加300-300ml水 最后要打芡 最后才打芡 这是第一 第二,调味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加一点蚝油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粥笋 你太过早调味 它就会开始有些小小痴的 所以我们尽量拖到最后 而且我之前都解释过的了 你尽量调味拖到最后的话 你是用少很多盐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那些食材的成分 低了很多 是不是又是健康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只知道少盐少油 没有意思的 我也解释过 你加得很多盐 不代表一定咸的 你加得少盐 不代表一定淡的 关键是要看你调味的时机 如果你是拖到最后才调味的话 你是少起码一半盐的 但是你依然不会觉得咸的 为什么呢? 那些盐没有完全溶解了 被食物吸光的时候 它在食物的表面 食材的表面 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的味脸 你的感觉 就会被咸度欺骗了 就算你吃得很淡 淡到没有味 你依然会觉得很咸的 我们要达到 所谓的小油小盐的效果 我们其实是需要技巧的 在调味上面 OK?行不行? 记住 我这个呢 不要说我沉气 你要吃得健康 不代表 你可以乱例 或者是 你要小油小盐 不代表 是不会够咸的 为什么人们越吃越咸呢? 因为 他一早下盐 那些盐 被食物吸收了 你根本吃不出那种咸度 你就觉得淡了 于是乎你多加一倍的盐 你都会觉得淡口的 但是实际上 你已经吸食多了一倍的腊 那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健康呢? 是不是? OK? 记住 调味的技巧就在这里 尽量拖到最后 好吗? 好了 这里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 我稍微讲这些东西 就长起了一点 今天我就很斯文 其实不是因为斯文 是因为累 不过呢 我都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种坚持 希望大家为了自己身边的亲人 或者所爱之人 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坚持 而这种坚持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千万不要质疑对方 或者质疑人家的坚持 总之自己做好自己先 好吗?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 真是可以吃饭了 哇 真是流口水 豈有此理 是这样 拜拜